大家好 今天有一个我特别可爱的小女朋友 小女朋友 小美眉啦 我们都是小姐姐 OK小姐姐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社工这个专科 那 UNICE Welcome 谢谢 对谢谢你来今天跟我一起聊这个话题 就是说对于这些年轻的小孩子啊 他们想要了解这个专科的话 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这样子 你要不要先来个自我介绍 OK 大家好我是UNICE 然后我是刚刚从SUSA Pacific University毕业的社工硕士 硕士 刚毕业 对我是新手 新手 但是在你成为这个graduate之前 你就已经开始进入相关的工作 或者是 等于社区服务或义工 对 是吗 对 那你觉得说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想成为 这个专科 或者是从什么时候你才了解到有这个专科可以去pursue这样子 嗯 一开始的话刚刚刚高中毕业就是很迷茫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做什么 对 然后但是我就刚好有个机会就去了就是去那边工作 然后在那边就是提供一些就是社区服务 嗯 然后在那个圣诞节或者是感恩节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大型活动去帮忙那些低收入的家庭 那一开始坐着坐着就觉得好像还不错但是同时那个时候我要进去那个社区大学 对 那当时就是完全不知道到底应该选什么专业因为感觉说你一选了你以后就是一辈子了 嗯 那一开始 传统亚洲人观念都觉得我今天大学选了哪个专科就定终生了 其实不是是你进去进入大学你还是可以选择哦 pick and choose 或者第一年结束觉得这组科不是你专业不喜欢你还是可以换 所以你从哪里开始 嗯 我的话一开始我就是听我妈妈讲了就是选了会计 嗯 那很多人都会觉得哇会计很赚钱 可是到后来我就发现哦那个东西好像不是我自己喜欢的 然后我就是开始就是去跟其他人跟一些长辈聊 然后我在上一个心理课的时候 我的呃那个教授他有跟我讲叫我们去take一个test 在网上免费都可以找得到叫做sixteen personalities sixteen 嗯嗯sixteen personalities 所以有听我们英文podcast的话我们前面第一集第二集也有提到 sixteen personality 哦哦 所以如果你想要听英文的podcast 嗯 happiness wellness channel可以去看到我们英文podcast 当然第一第二集没有在youtube上 但是podcast还是可以找得到 因为youtube是从第三集开始才有 happiness wellness podcast的youtube 对我们有聊到这个 oh ok 嗯那我当时就有有啊从我的我的呃supervisor 他的女儿当时也是刚刚进去呃那个社工的硕士的program 里面 那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在想说哦感觉social work可能也是我想做的 那所以刚好我的老师又说去take那个sixteen personalities的test 那结果出来其中有一项也是讲说我很适合做社工 嗯哼 那那个时候想说哦说不定这个真的是我可以去想的 因为我以前没想过还会有社工这种专业 因为在别人眼里社工别人听起来就会觉得就跟义工一样 但是在亚洲人的观念 yes 对因为我们亚洲人谈的就是士农工商不同的工作你知道吗 可是不会去特别觉得说哦原来行行出状元这个这个重点在美国的教育里面 我们就是根据你的专长去发挥所能 那你当时觉得说哦原来你喜欢帮忙的时候是比较接近社工这个专科 是对然后而且是有一个专业的的学位在进修如何成为一个专业的社工 那社工通常在做什么呢 呃社工其实会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微观一个是宏观 那微观的话就主要是一对一病人病人或者是客人呃的交流 就是就每一个个案 对取决于你在不同的地方工作他们会叫他们有不同用不同的名字 对譬如你在诊所那他就是你的患者 那你今天是在一个社区服务中心那他可能就是一个个案 就是进来寻求协助的case这样子 对那所以你当时从哪那边开始做 我最开始自己在救世军工作的时候就是做个案每个个案的 那到我后来就是进了硕士就是会学习比较细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好像不太喜欢那个做微观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沟通能力不是特别的强 或者是说你比较不习惯就是对着一个case然后 的确是然后同时就是也会害怕如果读宏观的话就是会常常有要演讲 我感觉演讲也演讲也不是我的强项 所以我想说好吧一开始我就选个选微观好了 可是宏观就是大概对很多人讲话的意思 然后你可能就是会做一些大的一些program 所以一开始我就想说好吧选微观 那到后来上课的时候也有在学习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跟每一个client去沟通 然后有学习说就是关于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知识 然后我就觉得哇那个真的不是不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同时也是在就是军工作就是像一个节节日你要去办一个活动的话 你需要有很多的考量你需要去想说哇什么时候开始计划 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样的计划我需要多少的义工来帮忙 然后到预算 预算还有当天你面对这么多个人同时在一个地方 你需要怎么样让那个流程走的顺 这些没有紧急变通的能力 对 就是打杂的状况 就是一打十 对差不多是这样 那我就发现我自己比较喜欢做这个 这种类型的活动 你喜欢event planning 你喜欢把organize一个project 就是有一个计划去做一些大型活动或者是对更同时能够帮助到更多人而不是只是一对一的 我感觉就是你一次可以帮到比较多的人自己心里面也会比较有成就感 对 因为你重点就是想要帮人 影响很多人的感觉 影响力 那你当时开始学的时候 我们刚刚也有在那个英文的频道聊到 就是说你当时进入社工这个专科才知道有两个分类 就是micro跟macro macro宏观 micro围观 那micro的话就是more clinical right 然后那macro你刚刚说的是community leadership 就是比较要有领导的能力而且也有管理管理者的能力 还有等于说执行长那种性格就是你要有办法去organize而已 对 然后他其实我慢慢读着那个community的时候我就有发现因为有一节课他是讲说你要怎么样去做管理 就是对假设说你现在是一个manager 然后你需要去管理下面的其他的social worker的时候也是就是有很多的学问在里面 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social work也不是像大家就是很多人的想法 说你可能只是在做一个义工或者说我只是在随便在一个机构里面就帮人帮完了就算了 其实也不是这个样子 也是有一点社会责任的感觉对不对 然后而且你必须有一点点关于首先性格上你已经讲了心理学的性格的了解一些专业知识去帮助这些人 然后你也需要有这个经验人与人处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经验 你才有办法在面对大型活动的时候说有各种疑难杂症突然间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应变 这还蛮有趣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进入第二段 欢迎回到第二段我们刚刚稍微聊了一些social worker会遇到一些困难跟一些好处 所以好处是我们在当社工的时候也会有快乐的事情 什么是最快乐的事情 所以快乐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你很努力想要去帮助那个人或者是提供一些服务给他 然后那个人接受了然后他也因着你的帮助而有了改变的时候 人生整个变了这样子差不多 的时候你也觉得为他开心对不对 因为本来做社工就是就是有一点像是要去帮助别人的 就是要有那颗心去帮助别人 所以当你看到别人真的受接受了你的帮助 然后也得到了改善的时候你就会很开心 那说到这个也有很容易会有在帮忙的过程中 意识到说这个人好像不是我能力所及 那你觉得最比较辛苦的地方是什么 你的小小指头在荧幕上 没有来看一下 问题问得很好 我感受到了一颗心 所以你觉得最对最比较敲人家觉得比较或者是不开心的是什么 嗯就是可能你你觉得那个病人或者是那个client他应该要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当然这只是你作为社工自己的想法 对 可是有时候就是那个client他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没有病适感 对或者他觉得我这个行为任何问题都没有 那当然也没有问题 作为社工就是要很客观就是对不会去评论他 嗯嗯 然后只是就是根据他所需要的 就是像说他这个moment他问你他需要什么 那你给了他 那其他的他不愿意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强迫他 因为本来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所以我们也只能尊重他 然后帮助他他所需要的东西 就是帮助他完成他想要做的事情 在不伤害其他人的前提之下 是的 对但是当他没有病适感的时候 我们觉得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帮 就是这么直接的帮助到他的时候 可能就是要建议他去看一些 就是专业的医生建议 对他们本身就已经有被 就在看医生有在接受 consultation 但是他可能需要更多的专业协助 而不是单单的就是跟请求社工的帮忙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 蛮challenging的 对 就是你作为社工可以做的就是要去鼓励他 就是去 不能帮他意识到问题 因为我们不可以帮他 除非他自己意识到问题 他来寻求帮助 那我们就可以提供更多的帮助 其他的话就是还是要取决于他本身 最好笑的问题是什么 你遇过最好笑的 最好笑的 好像没有耶 我感觉我遇到的都是比较正常的 那还蛮好的 对 我很幸运 对 所以你开始internship 就是开始做了实习之后 到你现在开始工作 你最感谢的是什么 我最感谢的 嗯 可能我最感谢当然 除了就是我的client 或者是我的patient 他们 他们愿意接受我的帮忙 那很幸运的是就是也有 背后有我的主管在支持我 我做的事情 嗯 他就是全全相信你 让你去升任这个职位 嗯 对不对 嗯 那同时就是 嗯 嗯 我还在跟 学习怎么样去跟 遇到的每一个client 或者是patient 去建立一个关系 嗯 建立一个比较有 专业的关系 专要的关系 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毕竟不是他的家人 嗯 你希望成为他的家人 但你不是他的家人 嗯 你好像是他的朋友 但是又不完全是他的朋友 嗯嗯 这也讲到说如果今天有个朋友 突然找你说 哎 你就是社工啊 哈哈 这也蛮 这也蛮辛苦的 就说哎 我就是吃你豆腐的感觉 就是说哦 你是医生啊 你不是都该知道 我觉得这有时候也不是很 很公平的事情 因为 大家素有专攻 有些 有些东西还是不在能力所及 对不对 的确是 或者是他对于我们这个专业的认知 可能不太一样 他认为社工应该是这个样子 但是其实不是的 或者是说我们真就是应该这样子的 可是其实不是的 这就是需要大家花多一点心思去了解 这个专业其实在做些什么样的 为社会做什么样的贡献 你突然这样子讲 我有想到一个 嗯 就是很多 因为我的主要服饰是年长者 对 那很多年长者就会想说 哎 你的电话是多少 我可不可以给你打你的电 嗯 就是但是 这个听起来有点尴尬 是要约你出来呢 还是说我又有帮忙的话 嗯 其实那是他的安全感吧 在追求一个 嗯 随时有需要帮忙的时候你在的那种安全感吧 嗯嗯嗯嗯 那当然这个也就是就是做社工需要的 就是要跟他们要划界限 要学会怎么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可以 什么时候不行 或者是说 其实都有一些专业的电话 他还是可以打到专业的地方找到你 所以会有 为什么会有公用电话跟私人手机的差别 嗯 OK 谢谢你的分享 因为UNITS其实还蛮年轻的 然后又刚刚毕业 很多人生的经验我们都还在学习 一起努力加油 谢谢你的分享 拜拜 拜拜 OK 你好快喔 怎么我好快 啊对我很快 我们中文的话就可以 讲得比较自在了吧 尽量啊 反正一定会有NG嘛 谁没NG 我们又不是天生演员 我们也不是在演戏 OK OK 事情放在心里 就会觉得说责任很重大 可是可能他只是需要 有人跟你讲开 然后你可能给他方向 因为他不一定会听你的啊 不 他就说了一句 他说你是社交工作人员 然后我就饿了 这个社交工作人员不代表解决所有朋友的疑难找症 嗯 好前面的我们会剪掉 那只是后续而已 没有会看到 对 不是啊 因为就是 嗯 我觉得 还是 他如果你 你有意识到他需要更专业的帮忙的时候 有时候你就是你的工作也是要refer他去找专业的医生啊 所以不一定完全说你今天你就有所有的能力去解决人家的所有问题 嗯 对啊 as a acupuncturist chiropractor 我们一样啊 有些遇到我们的时候有些问题我们觉得 诶 这个已经 已经out of my scope of practice 就是说不在我的 我的职业范畴里面 我还是要 嗯 把它转整给其他医生 譬如说 有些人可能需要看心理医生 有些人可能需要看专业的 更专业一点的专科 嗯 痛症治疗 或者是转整到一些 嗯 比较 特别的 内科啊 内分泌科啊 或者等等 就是 你还是要知道什么时候 嗯 这个东西不在你能够 嗯 不是你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去转给别人 嗯 对啊 嗯 确实 好